我媽媽開玩笑就是 我以前都給她三個月的年終 因為我每個月不是都給她收回嗎?生活費 那我每個月都給她三個月每年 那距離因為她生病,我覺得她很興奮 以後她加油,我今年包四個月給她 就多了一個月 給她鼓勵啦,因為媽媽年紀也大了 重點是讓她開心 如果媽媽身體有點問題就比較 腦有點退化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她的身體健康 然後多陪她簽兩話 這個我覺得能陪伴是比較重要 然後她要買,我說先買兩套給她 然後我媽就說不用台北友 那因為我剛好,我想她一個天我還可以 天字幫她送回 我就送回去 我覺得我們當人家小孩是很應該吧,很正常 對不對 還有包給三立的工程班 就是跟我們有相關工程班 還有三立藝人 還有什麼姊姊呢,我們都有包 那當然那就不少了 那心意比較重要 心意比較重要 那我幫我包給我爸爸媽媽 還有家人 因為我的希望是我爸媽年紀越大 我會給越多 對 那幾個年紀包 過十萬的 當然過十萬啊 我爸媽年紀過十萬啊 不知道年紀那麼大的 我要包給他們大包一點 對 對,所以那總數多我還真沒算耶 對 但是就是爸媽的最大包一定的 反正你現在講到時候就要包那麼多啦 我會我會 那大概包給媽媽二十八萬 沒有 快了快了 因為我媽媽去年有稍微生病 我覺得她去年很辛苦 那這國公我們都知道彼此的家庭狀況 所以我今年 我媽媽開玩笑就是 我以前都給她三個月的年終 因為我每個月不是都給她 收回嗎?生活費 那我每個月都給她三個月 每年 那去年因為她生病 我覺得她很辛苦 由她加油 我今年包四個月給她 就多一個月 給她鼓勵啦 因為媽媽年紀也大了 對,重點是讓她開心 我每一年我沒有什麼年終獎金 我就是每個月給我媽媽的錢 收回 收回啦 然後 那你過年沒另外包給她嗎? 不會啊 她會另外包啊 而且要包比較吉祥的數字 很厲害 也不是六萬六八萬八 對啊 如果像你二十八 我就沒有辦法 我媽媽沒有在乎什麼吉祥數字 只是多就好 因為我媽媽身體有點 有點問題 就比較 腦有點退化 所以我會比較希望她的身體健康 然後多陪她講講話 這個我覺得 能陪伴是比較重要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工作 所以 我大姐她們很貼心給我姐 我媽說她回南部 然後氣候也比較好 然後她熟悉也比較OK 所以她最近 從十二月初就回去 然後不到裡面她現在 據說有胖一點點 那我每天就從那個監視器裡面去看 看她在幹事 對 然後有時候 外老 現在這個外籍看護工業很乖 不像第一個來一個沒有就跑了 沒有 那時候還要自己在找看護啊 私下找二十小時的 然後我媽又比較 不然也比較不能接受這個事情 然後她要買 我說先買兩套給她 然後我媽就說不用台北游 那那一天我剛好 我想她隔天我還可以 我就當事 生事幫她送 對對對 我就送回去 我覺得這 我們當然在小台是很應該吧 很正常的 對不對 還OK啦 我覺得 大家 照顧好自己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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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